不管怎么样的千变万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 修行的访门有八万四千个访门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所有的访门 不管怎么样的千变万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 报家也强调打坐 儒家也强调一定的打坐 佛家也强调打坐 其实密法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大学讲修身其家自古平天下 那么如何修身 抽砍天力回归先天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看这条书火吧 我就讲一遍 这个是你的心火 我说过嘛 天有三宝日月星 地有三宝 水火风 天有三宝精气神 精在你的下丹田 气在你的中丹田 神在你的上丹田 这个是离挂 讲心火心火嘛 后面是有肾脏 是你的砍挂 那么何谓抽砍天力回归先天呢 把你的砍挂后面胜水 砍为水嘛 OK 的气慢慢提上来 然后两者交换 这里变成是纯阳之气 这条书火 是纯阳之气 感谢观看